2334号决议案通过以后 我记得两天左右吧 国务卿Jim Carey呢 他就发表了71分钟的演说 而且在里面的语气是非常强烈的 讲得很清楚 就是以色列呢 必须要接受Two-State Solution 而且他的边界 他就给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1967年以前的边界 等于一刀就把它画得清清楚楚了 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因为1月15号 在巴黎所要举行的 外交部长高峰会议 在那个巴黎的这个会议里面呢 是有70个国家会参加 关于这个巴黎外长会议呢 以色列的报纸还有路透社也有报道 在这个1月15号的会议里面呢 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可能的一个计划 就是有可能就要直接 大家一起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 直接就给他外交承认 当做一个国家来承认他了 如果在这个里面通过了以后 再用这个做基础 然后他们联合国又马上可以开会 他们是按理会 大家投票每天都可以投了 所以他一搞好马上就可以继续 继续就再来给你搞一个 所谓的决议案 再搞一个决议案 那美国呢 既然2334的决议案 他都不运用否决权 所以对这些要制造这个 继承现实的国家来讲 那是蛮有机会的 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在1月20号 川普宣誓当总统之前就已经造成的既成事实了 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严重 这个威胁就越来越清楚 我们来探讨一下70这个数字 在创世纪里面的大概第九章第十章里面 诺亚他的那个孙子们 总共善居到那个各地去 总共是建立了多少个国家 照圣经来讲他就有70个孙子 那这70个孙子呢 上汉亚佛所生的这些 加起来就70个 70个呢 照圣经是讲说 他们各随他们的宗室立国啦 分散各地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就产生了所谓的70个国家 这样子 很奇妙的就是说 以色列是第71个国家 以色列不列在70个国家里面 真的啊 所以说你如果去讲到那个雅各天梯啊 拉比们他们对那个雅各天梯的讲解是这样 就当初呢 雅各呢 他梦天梯的时候 他看到那天使在天梯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嘛 总共呢 他只看到70个天使 那刚好一个国家一个 这70个天使呢 就是要看神的旨意 怎么来奖赏或是惩罚这个国家 看他们所行的 这样子 可是呢 这70个天使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是来看管以色列的 那他们是说 因为以色列是神自己亲自看管的 那在圣经里面 巴兰对那个以色列人在发预言的时候 他就有讲说 你看啊 以色列的那个军容和企壮大 他们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列邦当中 有没有 万民啊 那这个万民呢 其实照原文的意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叫做 大概是这样的发音啦 那个是指列国 那当讲到列国的时候 不是指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是 在列国以外的 在列国以外 祭司呢 要为以色列整个民族来赎罪嘛 到了这个祝彭节的时候 是以色列呢 来为列国来赎罪 所以列国的罪是什么时候赎的 是在祝彭节的时候赎的 所以那个时候所现的生计的数目啊 你猜猜看是多少 70啊 所以就意思是说 你看生计就很有趣嘛 他从创世纪就开始讲70嘛 现在那个联合国要参加这个1月15号的也刚好是70个国家 当然以色列没去啊 所以说当这些研究预言的这些学者们 或者是像我们这些学生们 我们也会觉得 哎呦 怎么这么巧是70呢 因为70就代表列国嘛 就是代表世上的君王 他们聚集起来 一起来密谋要抵挡神的受高者 要来分割以色列的领土 如果1月15号这个事情 真的有这样发生的话 那就很可怕 因为又进一步引发战争的危险了 因为如果1月15号 的确是照这样发生 承认巴勒斯兰就直接就是国家了 欧巴马政府呢 也表态说 对就承认他是一个国家了 这样子的话 以后这些阿拉伯联军啊 要进攻以色列 可以名正言顺 合情合理合法的 就直接攻打了 因为他们还占据在1967年以后的 所占领的领土 对啊 因为都已经宣告说他们是非法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牵动到 四篇八十三篇的预言了 那边有你如果去算一算 总共有十个族 那十个族呢 就刚好就是在中东这些地区的 回教国家 这些是还没有发生的战争 所以现在大家在看这个事情 看着会很紧张 那你越深入去了解 他所代表的含义的话 那就会像一个叫 Michael Snyder 他就有讲说 他认为这个是叫 Gateway Prophecy 好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 四篇八十三篇啊 撒加利亚十二章以色列所要面临的 那个核子飞弹的攻击 那些预言 就变成突然之间就觉得说 哇好像要发生的可能性是近在眼前啊 因为就好像这个门打开了 当这个事情发生 而且这事情就是 完全是分割了这个领土 而且他们不可能只是 把1967年之后的那些领土 站起来就好了 不会是这样子的 他们一直以来 这个属灵战争背后的目的 本来就是要把以色列给消灭掉嘛 这也是哈马斯啦 哈斯波拉啦 伊朗啊 很多的这些国家共同的立场啊 这个属灵的战争 它本身的定调 已经早就写在圣经里面 就是你死我活啊 他们绝对不可能是 站回那个1967年的领土 对就是大家两边共和平共争 如果这样他们早就可以谈了 那这一次的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说 美国政府透过联合国 然后使用这个安理会的决议 按着这种方式 直接跳过以色列 让以色列没有机会 可以让巴勒斯坦 好好的坐下来谈 那过去呢 最主要阻碍他们和谈的 最主要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以色列他不要有先决条件 巴勒斯坦就说 我们要坐下来谈的话 那先决条件就是说 你先要承认说 你们的边界是从1967年开始谈 那当然这样子都没得谈了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防卫他们自己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是 coexist 不以消灭犹太人为目的 我记得就是去年嘛 是不是去年还是前年 应该是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了 巴勒斯坦那边不是发射了很多的飞弹吗 还有他们透过那个挖的那个地道通道 有没有进到以色列境内嘛 要去做恐怖活动 经过几个月的两边的激烈的抗争以后 就达成了协议嘛 但是达成协议没有用啊 因为巴勒斯坦政府他没有办法去管制 他里面境内的活动 所以他实际上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啊 所以说即使千额合约也没用 飞弹照飞 以色列单方面遵守 然后就挨打 我觉得照这样看 欧巴勒斯坦是一不做二不休啦 川普的立场很清楚 完全是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的 如果川普再连任 那八年下来的话不得了 他们的过去的计划 全部都要泡汤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对方 你会想说我所仅存的时间 就剩下这几天嘛 所以说我不晓得 有没有可能说 那因为这些的事情的发生 比如说他们突然就攻打以色列了 有没有可能 他们就突然攻打以色列 那如果欧巴马政府就下令 美国就是袖手旁观的话 OK 那这个战争不是就 很快就可以打完了吗 以色列就那么一小块土地而已啊 虽然他军力是排世界第十的 但是以他们的人数 以他们的种种的 你如果是联军这样连起来 他们可能认为这个战争就这样几天就可以打完了 或者是就已经可以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 逼得以色列不得不接受 然后那个时候川普又还没当选 亲王不接 刚好卡在当中 有没有可能 我想这么大的事情呢 我们要把它发布出去 让很多基督徒明白 知道说我们现在是在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世代里面 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要开始认真的来祷告 尤其在1月20号以前 也剩下没有多少天了 让这个仇敌的计谋呢 是不得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